我可能不知道怎么表达 那我唱出来行不行 那一首不够我就两首 我觉得可能对于女孩来说 我已经有自己的想法了 但是我觉得女孩 都是会被感动的 甚至是汉歌 好主持人 怎么就领到这儿来 其实第一个瞬间 就是她唱第二首歌 那个 不如起来的才艺 再有一个 她读她的那个日记本 其实那个时候 大家不都分析过 我就觉得她这个东西 会最好给她看 《独日记》这东西 这是绝对是最最大人 我说实话之前 我对这个迪迪印象 其实不太好 我反而希望 挫挫和西西在一块 挫挫又能逗得西西开心 让西西跟她在一块 感觉很舒服 很自在 可是呢 她就这一下子让我觉得 这俩人好像也不错 迪迪就是说 我就剩这点东西了 我就都给你看看了 她把最真挚的东西 掏出来给你瞧 这东西可能是不加修饰的 可能没那么精致 但是我就把我的心掏着 就跟这儿 蹦蹦蹦蹦就跟这儿跳 试上面是带着鞋 但她就是我的 我就让你看看 对 我觉得还是收着点 就不要一下子那么猛 感觉 就感觉整个人要冲出去了 就那种感觉 她一直都是这样的一样 但是她现在已经没有理智了 无所谓 我就这样 我们跟随着这个扑通扑通的感觉 让我们继续往下 来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